球的部分 是我在資料上看到這位選手 他的身高是162公分 然後體重是38公斤 但不知道是畫面上的錯覺 還是怎麼搞的 感覺上好像沒有這麼的瘦 對,38公斤 我們去做了五個反移 一流星的柔韌動作 這是一個背後的滾球 兩個軟斑接一個幻象旋轉 看起來他還滿滿意自己的表現 其實選手 以韻律體操來講 我們看到到現場的這個 應該是他的家人或是什麼 來為他的孩子來加油 我們看到其實韻律體操 他的肌力的部分 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對,我們也是會做一些 腹肌、背肌輔助 然後甚至會在腳上放上 綁上紗包 或是綁彈力帶 做踢腿的動作 是 幫助腿有力量 才有可能達到 你柔軟度到的時候 你能夠空了不用手扶 讓腿控在你的臉前面 還是耳朵旁邊 不是用手扶 是直接空著控在那 那這都是需要肌力的輔助 是,那麼其實我們知道 柔軟度跟肌力有時候是 背道而馳 有時候柔軟度好 其實就會相對比較沒有肌力 對,真的是這樣 遇過很多的小孩 現在那條件真的很好 全身的柔軟度 不管是腰、腿、肩膀 都很柔軟 二十四點九零分 但很可惜耶 他就像個